请陈满老师来跟大家 来朗诵哈的试试 创作 各位 等一下给你看大字报 那你试试一下张志西部的名称由来哦 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一首诗 是诗吧 是徐明谦他写的 我是 等一下会用哈佛的 说哈 大家读一遍吧 吟诗不是那一评当的诗 吟诗是独诗 吟诗 吐诗 好 那不是哈 很快 要叫 拉克鲁子 赛鲁 很快 要叫 拉克鲁子 赛鲁 他想叫哈 他 拉克鲁子 赛鲁子 都公路忙通常以前 白天生和火把 万万七七个往来路 不久同巴 下来游戏之前 那会吃山 茶 干门和民国 土台 自治随随 三派都给西路由东东的救命 小火汤 开大 韩国的教权 三家人给 撒步 流浪时出 打赏 这三个基础 那条山路 三家人的驻命 小火什么 东東東 众思苦 它的蚊鲁子 汪通 事情 台南台上前 南人路西路 中海市 韩戸散戴 白天 台南最長的風景 有像海港 中海外海 南人路西路 中西路 大家想要知道 這個藍木子是什麼 它是原住民的 泰雅 跟賽下 都很接近的畫 就是章 因為這個地方的章 是開啟 台山縣 浪漫之路的前端 就是寫漢之路 那個年代的 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章 我們在台灣 從山林到平地 長滿了章樹 因為這些章樹 使得全世界的人 都寄予 說這個章樹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們前幾天 我們才談到說 章樹它裡面其中一個功能 它可以做很多了 火藥 賽路路 賽路路幹什麼呢 做頂片 做頂片 在1895年 日本人朝了台灣 戰爭那年 大概那一年呢 台灣的蟑螂 全世界的外銷 是最高的 幾乎70% 那是台灣 那個年代呢 全世界在奉行一個運動 叫做拍照 拍照用什麼呢 頂片 頂片 就是台灣生產的 章拿油 做成的那個賽路路 那我想 把這個 馬卡諾斯 把章 提出來 當作我們這個時代 一種 一方面是回味 一方面是反省 我們走的這條路呢 其實是一個 充滿了一切的浪漫之路 謝謝大家 謝謝